這樣的氛圍到底是不是過度樂觀 連阿姨都在聊這件事情 後來我們想一想 應該還不夠 要等到他堅持要我們買 要教我們買 這個時候才叫全面樂觀 投資朋友歡迎收看台股達人秀 讓我們一起投資 一起被達人 我是尤挺浩 歡迎今天我們的語談來賓 王趙麗 趙麗哥來到我們現場 大家好 上次趙麗哥來了 就推論整個台北股市 在今年是一個景氣復甦格局 但問題來了 這個台北股市所反映的資本市場 似乎也不是由國際系統單所堆棄的 你看台幣已經創了四個月以來的低點 台幣股市還平創新高 與此同時我們也觀察到 全球的資產價格都呈現了嚴重脫鉤 黃金價格創下歷史新高 創下歷史新高的同時 股價其實也在衝高 到底市場是在追逐風險 還是在做避險呢 如果是在追逐風險 債券市場價格 怎麼又創了今年以來的新跌了呢 所以今年的資產價格 實在是多樣勤 也要麻煩趙麗哥來幫我們 傳道授業解惑了 來了解全球的資產格局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哪些漲是漲真的 哪些漲是漲虛的 我們先從上個禮拜的CPI公佈 來做了解好了 這次通膨是很明顯高於預期 禮拜五的密西根大學的消費者 清金指數啊 也導致了美國股票 在週五是全面中錯 那包括銀行股開出的財報 也不是特別好 那我們現在所面臨的美國股市 先說第一件事情 到底是短期的回調 還是說中期上的回調 還是說很有可能 我們已經迎來市場上 真正的降息預期開始發酵 也就是股市真的要下跌了 市場的經濟真的不好了 要不然為什麼這一次 財報自己公佈出來 銀行股過去都是優於預期的 這一次居然還比去年賺的少 你會怎麼看 對 沒錯 我想現在這個回調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基本上應該是比較 屬於中期的回調 你說是不是真的空頭 我覺得這個還不至於 因為這個 那你說短線上來講 要創新高 其實說這個難度也很高 因為就剛剛Howard所提到的 其實你說最近來講 當然戰爭的一個衝突等等 你可以看到你比如說 像Vis的部分 這一兩天也出現了大漲 對不對 那美元指數也大漲 對不對 那這個基本上來講 當然都是風險的一個區幣嘛 可是呢 黃金在最近來講 它還是歷史性高 你知道嗎 可是它好像又反映著 即將要有利率大幅調降的空間 對 沒錯 可是再次又創 今年以來新低 對 沒錯 所以其實現在 我跟大家說 也不是現在 其實這一段時間以來 其實本來就分斷 我們講真的 你說回到台股 台股新台幣創了波段的新低 對不對 就是點到新低 結果台股指數創下歷史的新高 這在以前有看過嗎 很少吧 外資也沒有在買 外資還在賣 這一陣子以來 其實外資大概就是 靠了00949 00939 940 這一些新的ETF的買盤 欸 真的也厲害耶 真的台股指數會創 很少看到土洋對作 土的部分還可以全面贏 還贏4年 對 還重點是 土的部分基本上 贏外資都是中小型個股 單一個股 可以指數贏成這樣 你知道 這個是真的是 也是真的非常厲害 所以我覺得台灣人真的是蠻有錢 所以我們這樣分析的話 就要一層一層來了 我們要先聊海外的市場 還要聊海外市場如果不好 台灣是不是一定會跟著不好 對 沒錯 因為台灣感覺內置的主導程度越來越高 那我們先聊海外 海外的部分就目前為止 第一 市場到底現在有沒有降息預期 如果沒有 那為什麼金價創始高了呢 對 沒錯 你說降息的預期 其實大家看到 你不管CPI的部分 超出市場的預期等等 其實在去年底的時候 大家原本認為 今年大概降六次吧 對 六碼吧 這是基本的 這是基本的 還有人那時候七八碼 就是太誇張了 大概均值大概六碼吧 對不對 大概有時候 那時候有的人認為 比較樂觀認為 今年三月會降 那基本上 那時候預期大概五六月 是最正常的 對 現在都九月了 然後現在有可能搞不好降 剩兩碼 對不對 有的悲觀覺得搞不好 也不太會降 當然這個還是少數 覺得會降 會降 好來 那其實這個就很掉鬼 你到底齁 其實大家之前漲的時候 就這一波段的上漲 其實大家原本預期 降息的碼數是多的嘛 那加上景氣的不錯 然後又降息 所以導致了這一波的上漲 可是重點來了 你說景氣 假如我們看景氣 現在有變化嗎 應該也沒什麼變化吧 就是大家應該還是覺得是復甦吧 不可能說我覺得突然之間衰退 這個機會不大 那降息 你說降息好了 降息基本上來講 次數減少沒有錯 可是這一段時間 其實降息的預期本來就一直越來越低啊 可是指數我們講 一兩個禮拜前 還是在創新高啊 並沒有就是這一段時間 所以我覺得其實真的是蠻吊詭的 我覺得應該是說齁 其實 現在這種東西齁 就是利率的部分 看似真的好像 就過去啦 我覺得這個對股市 真的影響很嚴重 可是現在看起來好像似乎不是那麼嚴重 你的意思是說過往兩年 我們對於股市的想像空間 可能取決於聯準會放多少水 對 沒錯 但現在完全取決於經濟到底有多強勁 對 沒錯 那聯準會它可以適度的調整 對 沒錯 但是已經沒有這麼重要了 對 沒錯 好 這個時候就要聊第一件事情 照你的邏輯 那麼股市的中長期的景氣 仍然在向上 對 沒錯 所以這一波的中期回調 其實我們是有部件 以及介入的機會存在的 對 我覺得這一次 應該基本上來講 剛剛所提到的 其實這個地方 當然指數漲多之後 你再遇到戰爭的風險 其實我認為 其實沒有戰爭的風險 基本上來講 它應該也是會回調 因為其實你看 就從剛剛好所提到的 一般正常來講 銀行 就是美國的企業的財報 陸續的公佈當中 其實說真的 分析師先都會 把這一些的預期 稍微的拉低 讓它的公佈出來的財報 是優於市場的預期 從過去來看 現在S&P500的這些成分股 大概六七成以上 公佈都優於預期 所以說在公佈的這段期間來講 其實理論上 它是比較容易漲的 因為優於預期的多 除非說它已經先大漲了一大段 那有可能就是會稍微的 利多鈍化一下 可是你看 其實講真的 你說銀行股好了 這一波銀行股 有的真的也沒什麼漲多少 結果一公佈財報 真的會跌 小模一天跌6% 對不對 真的會跌 我的意思說 這個就代表一件事 就是說大家現在來講 對股市的部分 真的有一點居高思維 OK 那我們可以換一種角度說 就是說其實我們股市 已經從去年10月 漲到現在漲了半年多了 它總是得找一些藉口 來做一些回調了 好 那這個時候要問一下 就是說剛才有聊到說 剛才說台幣已經創了 接近四五個月以來的新低點 但是台幣股市這段時間 其實過去四個月 一直在創歷史新高當中 那我們先問第一個邏輯 就美國股市看起來 它應該會有一波 比較正式的回調開始發生 那對於台北股市 它會不會受到海外資金的影響 因為過往的經驗是 好像你看喔 從今年3月 外資本來累積買潮最高2500億 然後00940掛牌以後 就一天一天 它就買潮就開始往下定期 就一直在進行出勤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 那它會影響到台北股市嗎 對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第一個剛剛提到 其實你像財報的部分 現在看起來似乎財報的部分 好像看起來反而股價容易 比較趨向弱勢一點點 然後美股的財報 那假如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覺得外資會買嗎 不太會 不會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 AI的這些指標股 其實大部分也都回檔修正 好 因為外資要買肯定取決於 國際股市啦 尤其是美股的走勢 不太可能說美股回黨兇爭 然後它一直大買台股 它基本上這種理論它是不存在的啦 就是說它操作台灣的股市 它基本上一定跟著美股在走 美股好它就買 美股不好它就出現賣超的一個洞 然後日K線到最近來講 它也是創高嘛 那第二個來講是成交量部分 第三個是外資的部分 外資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外資 台灣的指數要大漲 外資肯定要在買超 所以你在去年10月份低點的時候 其實外資那時候真的是在買 所以那時候的指數 就漲得很快 可是最近這一個月你有沒有發現 下面那個投信在大買 外資在減碼 但還是創高 還是創高 我跟大家報告好 那為什麼 除了投信的買盤料 你看一下融資 第四個就是融資的部分 你有沒有發現 在那一段外資在賣的過程當中 其實融資是在增加 就是真的是內資在對抗外資 你知道嗎 你丟我減 對沒錯好 那融券的部分在那一段時間 就是最後一個 它減少 基本上還這樣 它是呈現交 所以它也是一個拉抬的一個動作 也就是說什麼 可是呢 你有沒有發現 就是外資真的在大賣 縱使內資不管是投信的買超 不管是融資的買進 或者是融券的回補 它帶動指數 其實說還是沒什麼 就是它只能慢慢的 它不是那種 啊 角度不一樣啊 你看那個角度真的不一樣 所以 當這個地方 你試想 外資短時間 我覺得不容易買超 因為國際股市的變化 或者是三陣 第二個 投信買到現在 你看最近這幾天好了 你就知道投信 939 940買完了 現在 要募集了也還沒 那你的意思是這樣 就我們當時會有一股心理的預期 就919被940抬轎 成分股高度相似 那現在944也即將掛牌 944又跟940的成分股高度重疊 那你的意思是說 由於939和940的破發 未來的ETF募集就不像前兩檔這麼熱了 這個肯定的啊 這個本來939 940 還有人認為 有些投資人真的對這個 ETF不是很懂 他以為真的就是跟你那個 新股一樣掛牌你知道嗎 去容易大漲 不是都有蜜月行情嗎 對對對 那時候大家會覺得 唉唷這有蜜月 可是其實當然不一樣 因為它是禁止 跟所謂的市價的關係 就算是好了 1700億有那麼容易拉的嗎 對啊 所以我們可以了解說 如果那支接下來的拉台 也不像前兩個月這麼誇張 那就代表到 就算外資 可能它只是保持一個比較戒慎恐懼 它沒有大局的賣超 也沒有大局的回補啊 台北股市也更高機率 可能會產生在高檔輪動的機會 也不會說短期內有創歷史性高了 我覺得就指數上來講 其實回檔期會到了 因為你看到窮 其實那個都已經跌破了季線 然後你說廢半啊 你說那170 那個都跌破月線 那台股其實講的 還沒跌破月線 算超強的 OK 所以外資買 大漲 內資買 小漲 那這樣問題來了 如果我們假設最壞的情境 外資因為美國股市的壓力 它可能要進行全面性 國際系統單的了解 可能對台北股市 尤其台積電全資股 造成重大沉壓 現在來看這個機會算是大嗎 還是說從各大科技股的走勢 比較起來 因為過往啊 通常都是灰達超微噴比較快 台積電都落後 那現在他們先跌 會不會台積電跌幅反而有限呢 對 其實我跟大家講 你看一下 其實你看這四張圖表好了 你有沒有發現 最近這兩個月就好了 這四張 你覺得誰漲最多 當然是美光 對 這是日線 你看一下為什麼美光漲最多 因為它之後也跟AI搭上邊 HBM對不對 好 那美光在還沒漲之前 就是兩個月前的時候 其實它的位階真的是非常低 其實你就把美光視為類似台積電 當然做的東西不一樣 可是我的意思 台積電在這一波還沒大漲之前 它跟NVIDIA 它跟美超微 它跟超微這一些的股票 跟Microsoft 其實它的位階是真的低的 對不對 台積電真的還沒有 這600多塊的時候怎麼會不低 對 所以為什麼台積電真的會長 因為大家覺得台積電好像 其實它基本面其實 哎呦半年前 9個月前大家都知道 今年賺多少錢 其實都差不了多少 洪海也是相同的概念嘛 就是說 其實到後面這一段的時候 真的就是類似落後補漲 類似比價的效應 所以漲的就是這一些的股票 所以你看美光的股票 在最近這兩個月漲得比較大好來 那可是股票你不能看落後的 你要看領先的指標 你比如什麼叫領先的指標 其實大家知道應該是說 晶片裡面AI當中 其實NVIDIA的程度最大 當你看到NVIDIA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們先不要說它做頭 可是它已經在月線 曾經跌破月線 就綠色線那個 它曾經跌破 這個是禮拜四的圖 禮拜五基本上應該又跌破月線了 因為禮拜五跌嘛 跌幅比較大 又跌破月線了 你不覺得這個感覺有一點 不是太妙 我當然不能說做頭 可是基本上它是一個整理 對不對 那我們看一下 收尾程度的NVIDIA是這樣 那超微 超微它不是跌破月線 它是月線下彎 綠色的 死亡小差 對 跌破季線 這收尾程度沒那麼大 那之前當然 大家也想說它超微 有可能要挑戰 挑戰NVIDIA等等 不管 會不會成不管 當然你看之後 大家都覺得不會成 其實大家也覺得不會成 其實會這樣 可是為什麼NVIDIA Microsoft 還可以相對強 超微的部分就可以相對 這就會告訴我們一件事 其實很多的股票 AI的股票好了 到現在假如你不是真正最主要的受惠者 你是第二個第三個的 真的漲很多的股票 我跟你講 會像超微一樣 一下來的時候 我跟你講 月線破了季線也會再破 除非你就是真正受惠 AI的股票這一些 所以虛的要小心 虛的就是沒那麼強 當然我們也不能說它 真的是炒作 就是真的受惠程度沒那麼大的 我跟你講 這一波回答性肯定大 那台積電當然算 相對上來講 它的受惠程度是大 所以假如連台積電 在AI裡面 這種全資股真的假如會跌的話 那台股的壓力當然肯定更大 其他的AI的壓力更大 這個操作邏輯就不一樣 你看在過去幾個月的多頭氛圍啊 只要台積電不好 貴買都很開心 那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這個國際系統單影響到台積電 未來可能就是 家權貴買雙殺了 對 沒錯 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你看這個大概就知道 推斷的出來 因為台積電現在可以想 就如同我所在 它是比較屬於落後補漲 它是比較上去的 所以比較上去的 你領先的 就像你NVIDIA 現在不能再跌 假如NVIDIA真的不再跌 我跟你講台積電肯定跌 那台積電現在還會相對強 是因為 大家寄往4月8號的法說 還在期待 它的利多 那假如一公佈 真的跟大家 其實台積電的法說 要大幅又一市場 我跟大家報告很難 因為現在 都很準的 對啊 都很準 你真正 我覺得那個 唉唷 不容易啦 因為你股價已經 漲了那麼大段之後 不容易啦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 我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其實這個地方的風險 針對 指數的風險 當然它是有 因為我真的講一下 其實我跟大家講 2022年的時候 其實二月底 大概二月底的時候 那時候 尾巴開戰 沒有 俄烏開戰 2022年 二月 俄烏開戰 俄烏開戰之後 其實那時候指數就 一月份見高點 18619嘛 對不對 然後就跌到 後殺 殺到十月 等殺到十月了嘛 從一萬八千多 台股跌到一萬兩千 那個是戰爭真的 一開始大家覺得不嚴重 結果拖了很久 那個是比較嚴重一些的啦 好 那 去年大概我記得沒錯 大概十月份了 十月初的時候 尾巴戰爭 對不對 那時候其實你去對照一下 指數從高點已經慢慢的下來 然後之後 因為之後尾巴感覺 沒那麼嚴重 所以再跌一小段之後 就長到 一個是利多進出 一個是利空進出 那現在 可是重點 他那時候位階也相對 可是現在重點是 位階相對高 可是短期都會影響 我的意思說 股價是不是取決於景氣位階啦 股價位階 就是股價的位階 這個肯定 你說這個 以 那個這一次的戰爭的疑慮 你說就這樣跌個一天兩天 就砰 我覺得這個難啦 因為基期高 真的基期高 所以有時候 我們只是看到市場上 必須找一個藉口 進行長期乖理修正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你看輝達和超微 都有一點做頭的現象存在 那你覺得最好的跡象 在今年二季度 是這種以盤待跌 等待著長期均線重新交合 還是說 就乾脆一次回年線 大家重新上車呢 我跟你講回年線就完蛋了 是嗎 年線其實也拉得很高 搞不好有支撐了 對不對 我跟你講其實 我跟你講這是月線季線 假如年線當然是更下面 對 假如年線我跟你講跌破季線 去年10月就回年線了 對 沒錯 我跟大家講 可是重點來 假如說 真的這一次 台股回到年線 我跟你講 你先跑了 你季線就先跑了 大家有可能 月線就先跑一點點 跌破2萬再跑一點 我想跌到季線 大家應該砍光了吧 OK 但是也是我們 可以大致觀察的方向 好 那這個時候 我們聊了整個 海外資金系統單的聯動 忍不住要回聊 就是說如果二季度 的確照你的邏輯 感覺好像第一 國際市場對台股不利 那第二內資動能 稍微有一點趨緩 那第三 我們講的五窮六絕 即將要來了 要報稅了嗎 對不對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剛好在5月份 520即將到來 那麼如果這一段時間 整個加權指數 它受到一定程度的承壓 可是內資還沒有完全習慌 對 沒錯 現在大家手上蠢蠢欲動 你看現在房市多好 ETF的申購超有多高 對 錢還是有的 那有沒有可能在520之前 還是有一點短期行情的移動呢 對 其實我剛剛講的是指數 我認為指數基本上來講 它到520之前 基本上是回檔修正 就是回檔修正為主 那疊多深到月 現在到2萬還是怎樣 我覺得這個要看整個 國際局勢的變化嘛 那只是說我們認為 從總體來看的話 它會回檔修正為主 可是 這個就如同燒開水一樣 你100度 其實現在真的還是非常熱 你說今天好了 最近最近的量能隨便也3千多億4千億 這個對不對 隨便 隨便 那個是隨便 可是又沒有大到21年那種7、8千億航海玩 對啊 就是它是有泡沫 但是好像也不夠嚴重 對 沒錯 這種感覺 對 就是 所以你說3、4千億4千多億 你會突然之間收到2千億 不容易 這個不容易吧 這個是基本上來講不容易 所以 疊個5000點就有機會 對啊 除非是這樣子嘛 你就說疊個500點 疊個1000點 會真的從4千多億縮成變成1千5、1千8 這不太可能 我覺得這不可能 所以什麼會導致成什麼 資金呢 因為玩股票的做短線 台灣喔 主力業內很多 當充隔日充非常多 台灣的散貨那個技術分析能力 遠遠高於國際水平 對 真的啦 這個是真的 我跟你講 所以 其實它會產生一個現象 就是說 當然量能 你說它要5千多億 我覺得這個也不可能 可是有維持在3千多億 基本上來講 3、4千億這個是正常的 那 那在這樣的架構之下 當然 它會去尋找一些 有機會的嘛 那有機會的部分 你比如說 好 我們來看 520之前 大家最容易聊 政策做多 大家看到 其實我講的 你說這一波的 那個 軍工股好了 剛好 剛好當然因為 最近的戰事餘力好 今天漲好了 你說叫我預測 會不會再漲 我跟大家 當然漲不是天天漲 是我們要看個 比如一個禮拜啦 一個月啦 類似 我個人覺得 軍工肯定漲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 重電的股票 你看它 漲了這麼多 你知道 因為政策 當然你可以說 人家有營收啦 有些是真的有 有些重電的營收 說真的 並不怎麼樣 說真的 可是因為 你比如說像華晨漲到 沒有營收 但有補助 漲到快一千塊 你說這個邏輯 是什麼邏輯 你知道漲到比台積電 當然我不是說 它一定不能高於台積電 因為這個也不能這樣講 好 只是說你不會 他從二三十塊 三四十塊這樣漲到 真的比台積電還還高 但是這個是有題材的 對啊 這個是有題材 可是重點來 我不是叫他去買重電 就 他相同的邏輯 他就覺得重電啊 可以這麼多 現在 軍工呢 又有戰爭 又有520 那重電的人 我跟大家報告 會玩軍工的人 基本上 比較少從AI的族群 我的意思說 投資人的角度來講 假如玩電子的 玩AI的 玩這些成長的股票 基本上 他比較不會去玩軍工 那 玩重電的人 玩這些的股票 玩生技的 玩重電的人 玩軍工 機會相對大 因為他們的投資的邏輯 有一定的相似 但是你不一樣 你都玩 我都不玩 分析師不能玩 好來 只能做介紹 好來 那所以我覺得 部分的錢 他會從重電 因為他會開始產生 獲利回土的賣壓 那這些錢 他會重電的錢 你覺得他會去買 AI這些嗎 相對上來講 我覺得比較不容易 真的 因為思維是真的不太一樣的 所以他 理論上往軍工的去 機會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 在傳產股當中 其實在軍工的部分 是可以特別的一個留意 這一塊大概是這樣 假如說我們就提材性來講 那另外的你說像 比如生計啦 原物料等等 那原物料當然你就要看一些報價了 對 鐵啦 鐵礦砂 做鋼鐵當然你要看一下銅 看一下鐵礦砂 等等 水泥就看一下其他的 我想 那樹外也要看一下油價 就是原物料會不會因為戰爭這一塊 而產生比較大的漲幅 這個你要繼續觀察 因為要看戰事的狀況 而且那蠻有趣的 就是說過去在一二季度 通常傳產會比較淡一點點 對 但這一次地震一來 加上520行星以後 可能會有一點題材輪動的空間 對 OK 好啦 那也挺有投資朋友多做一些 多做一些思考案留意啦 那簡而言之 我們看到在整個宏觀格局當中 景氣肯定是向上 但是我們遇到了一些亂流 不管是短期內通膨過高的問題 還是乖離修正的問題 不過我覺得我們可以用一個宏觀的角度 再來做一個總結 我忍不住想問 趙立哥 你說整個24年現在市場的氛圍 它到底跟2021年年末的那個氛圍差在哪裡 股市一樣都是高級企業 當時是萬八 現在是兩萬點 現在成交量也從原本的一兩千億 現在已經來到四五千億了 當時航海王盛行 也是從一兩千億高達六七千億 那我們要怎麼本質的區別 24年到底跟21年像不像呢 你的看法 其實應該這樣說 21年那時候幾乎真的 當然那時候因為 瘋了 對瘋了 就是說像貨櫃這些啦 只是在當下的時候 在瘋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記得大家都說 它的本益比還是非常低啦 它的股價禁止比還是很低 因為那時候你看一下 比如說像長榮陽明 預規的EPS 真的大概本益比只有四到五倍啦 所以那時候大家會產生瘋狂的追逐 就是因為覺得本益比很低 然後怎樣怎樣 可是國際股市當然不是這樣 那些的前幾大的貨櫃 當然它的本益比也是更低 大概兩倍三倍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 那當然之後景氣就稍微的反轉下來 因為二物的戰爭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說 那時候的電子業其實也還不錯 因為缺料的問題 那時候是真的好 對那時候是真的 可是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這次我說真的一句話 假如真的就對比來講 2021年或2022年初的時候 就是在高點 戰爭之前 對 其實那時候景氣是真的好 你有沒有看到EPS是真的都往上 可是其實我們說現在四月份好了 其實到今年初的時候 其實你看去年的EPS 其實跟前一年比較幾乎都算一顆 連台其實就是很吊詭 那問題來了 就是從景氣未接 現在沒有像上升那麼好 好像現在的基期沒這麼高 對 可是看股價 對 現在其實也蠻高的 對所以這個就是很吊詭的一件事 然後其實像現在你說降息的機率 也變成什麼東西 就是你會覺得 拿這兩年真的來做 兩個高點來做比較 其實這個地方的高點真的比較高 我提到的時候 2022年1月好 那時候台積電也是衝到687 可是那時候台積電EPS 是真的成長的 你跟前一年做比較 那時候那會預估今年 預估那一年度的時候 因為還沒戰爭 這都是往上的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其實 現在不一樣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就是也沒降息 然後通膨降的似乎也不如預期 然後 對啊 那是不是也說明這種感覺 就是那個時候的樂觀 是真的樂觀 而且真的有底氣 對 但現在的樂觀當中 大家又伴隨著一絲的害怕 買個股 不如先買ETF 對沒錯 先投個一成兩成就好 先不要all in 對 也就是說從市場氛圍來看 現在的情緒 似乎還是不如2021年了 對就是說 假如說應該這樣說 就是個股的部分 當然部分是 少部分是真的樂觀 你比如說像重店 有些股票是真的 中小型真的長很多 可是整體性來看 我們應該這樣說 指數基本上的看法 真的相對來講不是 跟那時候來做比較 那時候是樂觀 現在相對比較不樂觀 就指數 對 所以從情緒層面 感覺還有推生以後的空間 對 上次我還是跟展哥聊 我們去附近早餐店吃 阿姨就很樂觀分享 買了00940 沒關係 跌了可以繼續加碼 破發沒關係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在討論說 這樣的氛圍 到底是不是過度樂觀 連阿姨都在聊這件事情 後來我們想一想 應該還不夠 要等到他堅持要我們買 要教我們買 這個時候才叫全面樂觀 現在大家感覺就是 先投一筆錢 有賺再說 還是還沒有到all in的程度 也提供投資朋友 多做一些參考和留意 當然有更多的宏觀上的思維 以及微觀上的操作 也可以加入趙麗哥的 不管是Line8 還是YouTube頻道 裡頭都會有非常多 相關的資訊 提供投資朋友 多做一些參考和留意 如果喜歡我們節目 記得幫我們提供按讚加分享 我們就下一期台股達人秀 再相見 感謝趙麗哥 感謝各位 4.5 4.5 4.5 最後也會集中 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